是之前推出停車400元吃到保月票 讓機車組可以停好停滿 不過民眾似乎不太買單 上路到現在每個月平均只賣出1000多張 那為了要提升大眾運輸的使用率 停管處現在打算再推出機車轉乘 大眾運輸工具的優惠方案 尤其是以轉乘捷運為主 讓機車組可以享有更多的停車優惠 金額還有方式預計在明年就會定案 台北市9月推出機車400元 停車月票停到保 用線上支付還能再省100塊錢 就是要減輕機車組的停車負擔 如今優惠已經上路4個月了 來看看全效如何 都不知道 沒聽過 不知道 可能對一般騎車的上班族 還是會有點負擔 我電動車我不影響 有這樣的專屬優惠機車組普遍都不知道 甚至放眼望去停車格停滿滿 還是有不少民眾亂停 尤其出現在捷運站附近 談開數字400元停到保 平均每月只賣出1500張 成效不盡理想 問題出在哪 海北市的機車格嚴重不足之外 現在又有共享機車的進駐 嚴重擠壓機車停車的空間 如果以上班族的上班日 22天每個月來看 400元的月票對於機車族來說 並不會有太大的誘因來做購買 民眾如果沒有每天停機車的需求的話 他或許覺得400塊還用不到 我們會再加強圓 議員點出優惠缺乏誘因 不過現在北市又打算推出機車轉乘捷運優惠 參考U-back轉乘捷運 停在捷運站附近的停車場 相有折扣 想讓北市停車族能有更多彈性 不只停車位是問題 恐怕還是得有需要才能發揮最大效用 記者林俊廷 彭一軍 台北財富報道